温哥华资深新闻工作者何良谋 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而被香港警方通缉 何良谋表示本国政府目前未有具体措施 保护受外国政府法律所影响的国民 他敦促政府成立专辑部门应对 谈文聪不得 何良谋和时事评论员袁公义 和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 早前发起香港议会筹备委员会 被香港政府以违反港区国安法 为由全球通缉 联邦外交部星期一回应传媒查询指 会确保国民的生活 不受外国国家的恐吓或干涉 但未有个别评论何良谋的案件 何良谋指联邦政府的回应留于官式 特别针对我这些状况 何良谋表示通缉令事前事后 都未有驻本国的中国 或者香港代表联络他 而联邦安全情报局事后有派人上门 查询他人身是否安全 外交部就透过网上方式 提供紧急联络电话 他期望联邦政府能够 为受外国政府法律影响的国民 提供更多具体帮助 本国已经暂停了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更新了对香港的旅行建议 并为香港居民推出了新的移民渠道